即时新闻综合报导,北韩自上个月发射导弹飞越日本领空后至今尚无举动,但美国总统川普近日再度于推特开枪,强调要解决北韩方法只有一个。 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则在周六周开的党大会上表示,北韩拥有威势力强大的核武,用以保卫朝鲜半岛。 川普谴责过去25年来的美国总统和政府在处理北韩问题上花费了庞大的经费,这些作为都起不了作用。 北韩在纸张的墨水还没干之前就违反协议,把美国的谈判人员当成笨蛋,很抱歉,但只有一种方法管用。 川普虽未明说是何种方法,但依照先前呛声要将北韩完全歼灭的言论,引起外界高度关注。 北韩官媒在川普发文不久后,报道金正恩周六在北韩劳动党大会上的谈话,称北韩的核武是一股强大的威慑力量,用以保卫朝鲜半岛与东北亚。 还强调要保护国家避免受到美国核武威胁,还提到在联合国的经济制裁之下,国家的经济仍在今年成长。